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一个分段定义的状况 它是在-2的时候 它在正2的时候 只是k 它不在2的时候 它定义成上面这个函数 那么它又提出了说 在2的这个地方是连续的 那么k应该要多少 这个题目一样的 我们要使用的是 极限值要等于函数值 那么要领是在这边 极限值 这个地方是在2的这个点 我们就趋近2 这是叫做极限值 函数是取的是上面那个 上面分子是x-2 分母是x加2-2 我们要求它是等于函数值 f带2的这点 它就叫做k 如果说k的话呢 适当的去选取的是它这个值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连续的 好 问题是这个极限怎么算 我们当x趋近2的时候 分子是0 分母呢 根号4-2 它也是0 那么我们要算这个极限 要怎么计算呢 我们采用的是 有理化分母的方式去处理 来我们看看下面这个部分 左边的这个 左边的这个极限 我们把它上下都同成一个 关键的一个算式 就是题目底下是x加2 根号x加2-2 我们再乘上一个 根号x加2再加2 这个拉长一点 那这个地方是x-2 刮虎一样 x加2再加2 为什么要同成这个呢 因为我们要符合底下 a-b a加b等于a平方-b平方 这样的目的是在脱离这个根号 来继续写下去 我们希望把这个分母给解决掉 这是a-b a加b等于a平方 一个平方再一个根号 就可以抵消掉了 再减掉b平方 那就是2的平方 就是4了 上面是一个x-2 乘上 刮虎 根号x加2 这个地方是照抄的 我们发现什么了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等于 limit x区近2 来看分子 分子是不是x-2 这是分母 分母是x-2 上面呢 x-2 乘上 根号 x加2 再加2 这个地方非常好 为什么呢 减2跟减2 可以抵消掉哦 因为趋近2 我可以肯定说 它不是2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数字都非常的小 可是都一模一样 我们把它抵消掉了之后 然后再利用直接代入法 这是根号4的话 就是2 2加2是多少呢 是4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极限值是几呢 是4 等于k 所以k就是4 可以保证 这个函数是连续的